好 各位 今天是小老弟老鐵人 又來了 那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要來拆這個 ARTERBOX的這個螢幕保護貼 它不是 應該是說它本身這個買來的 就是附的這個透明膜 這個是ARTERBOX 我之前說這個是很不錯的保護殼 就是說你買來的話你甚至都不用貼保護貼了 因為它本來它就一個保護膜 那這個保護膜會被國外的很多人 其實都為人詬病啦 不是只有國內的 國外 歐美的什麼 大家都會把這一塊膜弄掉 那我們今天我們也試著來弄這一塊膜 為什麼這一塊膜要弄掉呢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它這個它是一個塑膠膜 所以它是很油膩的 所以它第一個它沒有任何塗層 它就是塑膠的 所以你久了真的你看你這個殼它是很會保護 可是就是很油膩 所以國外都是把這一塊膜拆掉以後再貼保護貼 那保護貼裝下去都是說都沒有問題 那但是我因為我本來有貼保護貼啦 那我本來要這樣試 可是我跟你說 為什麼這一個膜最好是不要貼保護貼裝 因為如果你有貼保護貼又有這一塊膜裝下去 其實它這個機子的這個厚度會撲起來 所以我其實已經把裡面的保護貼 我本身的保護貼 我說那個HOTA的死掉 那個HOTA的我本來也就是要換了 因為它那個去油去污的也不好 所以我最近會又再去測試另外一個霧面的保護貼 等那個霧面保護貼到的話 我再跟你們測試說它好不好 那這題外話啦 反正就是說我現在這個殼的狀況 是我跟你講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裡面沒有貼保護貼 外面有這一塊膜 那這個膜就是很油膩 看起來很髒以外 它就是說你久了以後 即使你有這個好像防塵啊 基本的三防的這個Uterbox Defender 可是它還是會從這種孔洞進灰塵 那我給你看一下說國外的部分 就是說國外他們去測試 它最後就會變這樣 螢幕這個不是外面喔 這是裡面 裡面會跑灰塵跑進去 那你會就是說你會覺得說 欸奇怪啦 這個好像都已經好像很服貼 其實沒有服貼喔 這個都有縫隙 所以其實我也是 這幾個禮拜在使用 就是都要一直去清灰塵 你會變成是說 你在看到白色的頁面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灰塵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 就是把這個膜撕掉 然後撕掉以後呢 等那個霧面保護貼來的時候 我再會再拍一集說 這個殼在裝霧面保護貼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今天就是等於說去掉膜以後 沒有裝保護貼的狀況 也一定會比原來的好 那反正它外面有一個殼子嘛 雖然我這陣子會沒有保護貼 可是我是少殼子蓋住保護 也不會有什麼刮傷或一些什麼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來開始來做這件事 那就一鏡到底了吧 我們就快速來把它去除 那其實我已經看很多影片了啦 國外的做法不外乎有兩種 第一種方式就是用吹風機 吹風機去把這個膜一直吹 吹到膠的部分很燙嘛 很燙的話它就會脫落 它是利用物理的特性 我現在在鏡頭後面 所以拆這個會比較慢 然後我這個是 我現在是這個iPad mini 6 現在是保護貼把它移除的狀態 其實我本來就想要移除了 因為我貼那個Hoda的就是 它那個油汙抗汙比較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iPad mini 6的比較不好 所以我就把它撕掉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是完全沒有貼保護貼的 那你看我完全沒有貼保護貼的 裡面很多灰塵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用這一塊薄膜 它還是會進灰塵 所以如果這個也是很危險 如果我這一支進灰塵 我們在上面滑的話 它有可能會刮傷 因為裡面有這種一粒一粒的灰塵 所以我寧可說 我會再去貼一塊好的保護貼以後 我再裝這個殼 然後我會把它上面那個塑膠抹弄掉 它才比較不會刮傷 那國外的方式是說用吹風機 可是我不建議用吹風機 我建議你們用比較暴力物理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把它直接壓 把它拆開以後 它這個邊 你們買一個這個 他們是有很多種品牌 我是用這種3M的殘膠 或貼紙的清潔劑 把它的殘膠弄掉 那因為我們現在等於說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都一鏡到底是給你們看 我現在是用很大力 就直接把它拆了 非常好拆 我用力一推就開了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並沒有黏很緊 我下面鋪一個這個是 因為等一下如果我噴那個噴劑的話 可以頂 你看我一拆它就掉了 它並沒有想像中的難拆 很輕鬆的拆掉了 你就用一點力量 我不建議用吹風機 這個因為吹風機等下加熱 它會很熱啊 會變形 如果你的外框變形 我覺得也不好 所以我現在就用力就把它拆掉了 啊你們不用說啊 這好好好好的東西怎麼拆掉 不用那麼留戀它 因為它就是 我告訴你啊 國外的不管是iPhone iPad的每個都拆掉 所以就拆掉了 很輕鬆的就拆掉了 然後它就有殘膠 那我們把這個實體就拿開 好那我們看一下 然後它就是現在這邊就是 它裡面都會有很多的這種殘膠啊 殘膠我們先用手撕看看 看能不能撕 不過我摸起來這個膠是蠻黏的 不過也很好笑 我本來以為說這塊膜會很難拆 想不到還蠻好拆的 好吧 那我們就先把殘膠 先這樣稍微用一下 我把殘膠 鋸在這塊膜上面好了 所以這塊膜上面就是會有這種殘膠 我等一下這個看一下 殘膠試一下 所以我不管你是iPhone iPad的建議都是拆掉 那這個也不是說是我這個手就是 人家說手前還是怎樣 硬要拆 不是喔這是國內外每個都拆掉的 它這一塊就是 它要嘛就做玻璃的 要嘛就是 要嘛我會建議啦 如果它的廠商有在看的話 我會建議它是做很像那種防水或什麼的 它乾脆整個封住好了 它不要再有開孔或有一些洞或什麼縫隙啊 它這樣子還是會浸灰塵啦 那你變成是說你雖然有保護螢幕 可是你螢幕裡面全部都灰塵 那你在看東西或什麼 會影響你的視覺的感官 那像我覺得它這個甚至也不大需要用那個 不大需要用殘膠的那個清潔劑 你就是這樣像我用手指這樣一直推 它的屑屑就會掉下來 那我猜用清潔劑的話是那個 會 會比較 會比較乾淨 我們等一下再用啦 我們現在先用手指有沒有 先 就是你去把它撒掉 一直推一推它就會屑屑就會 你把它撒掉就會掉出來 反而不會很難清潔 還是說因為這個是新品喔 因為iPad mini 6畢竟比較新吧 我猜應該iPad mini 6現在 也只有我開這個影片 讓你們看說 發狂了直接把它處理掉了 但是我也受不了了啦 這個我遲早會處理的 那不如我就一鏡到底 看那個國外的方法 它其實也是可以啦 因為其實老實說我之前那個什麼 iPhone iPhone X還是iPhone X 忘記了 它之前的也是都有這個 就是這個抹味有濕掉 不過那時候我比較沒有去清那麼乾淨 那我把這個框啊 我再噴一下這個 貼紙的這個 清除劑 這樣之後一定會很乾淨 我們清除劑噴下去了以後呢 稍微等一下 讓它吃一下 吃一下這個 吃一下藥水 然後再給你們看一下說這個 這個就是拆下來的這個 這個膜沒有用啊 這個塑膠的沒用 好 那我們 因為我現在這一個 並沒有很髒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很快就可以清得乾淨 那我們來清看看 看一下會不會比較好清 照理說應該要再等一下 我們這樣好像太急 然後你如果有噴那個這種清潔劑的啊 怎麼不能堆膠 有噴清潔劑的它就會變得很乾淨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就是要它很乾淨 然後這種有的縫隙有膠的就是要把它弄起來 我本來想說齁 這一集如果這個殼 這個犧牲了齁 沒有拆好這一個殼 2500的殼就沒了齁 就為了本頻道而做個犧牲齁 不過事實上它並不會齁 它比你想像中的好拆很多 而且並沒有 我覺得並沒有 太大的問題齁 這邊有一點點殘膠 那如果比如說這些殘膠啊 等一下又還擦不起來啊 你再噴一次它第二次就起來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一個衛生紙啊 也太省了吧 一張衛生紙用全部齁 不過事實上它沒有 沒有我想像中的殘膠很髒齁齁 大部分都弄起來了 我等一下再用另外一張衛生紙把這邊擦一擦 主要是還有剩一點點殘膠啦 主要是還有剩一點點殘膠啦 我現在是把剩下一點點的弄起來 再拿第二張 大概兩張衛生紙就夠了 所以我再講一遍就是第一個用暴力拆妝法 直接把它拆開 直接往下壓就好了 也沒有很暴力啊 很容易就拆掉了 你往下壓它就掉了 掉了以後 你噴一個那個殘膠的清潔劑 貼紙的啦 很多品牌你們自己去買啊 我隨便找一個的 然後把殘膠這樣清一下都很乾淨 然後等我新的那個霧面保護貼齁 我選了另外一家的 聽說很厲害的 來測試 那我還是認為說還是 螢幕還是要先貼一個霧面保護貼啦 但是為什麼我不建議說貼了霧面保護貼 然後再繼續用這個膜再裝下去 因為我發現它太厚了齁 它那個殼會變形的撲起來 所以我會建議說 不要 這邊稍微還有一點黏黏的 等我一下齁 這邊弄好我們就可以裝了 今天就一鏡到底了 然後我再講一遍說 我不建議你們用那個吹風機 國外有的用吹風機 用吹風機它很熱會把膠融化沒錯 但是你這個框也是塑膠的齁 我怕說也會變形 所以我建議用物理的方式就可以 上面這邊還有一點點 差不多了齁 覺得很不錯了齁 都很光滑了齁 然後像這種殘膠清潔劑好像應該是要等一下吧 好像要等一兩分鐘才差 那因為我怕等太久了就趕快弄一弄 不過我這樣趕快弄一弄也很乾淨了 我現在這個框已經很乾淨了 不知道能不能對焦都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乾淨 都沒有任何殘焦了 奇怪怎麼有辦法對焦 然後我們把這個拿掉好了 把這個皮拿掉 皮拿去旁邊 好吧 那我們準備要裝了 好 把這個 把這個 電子擦一些好了 電子有點炸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說 他裝起來會不會有問題 我現在看起來是都還好 好 看一下 裝下去 沒有問題啊 裝下去 裝下去 咔咔咔咔的聲音 裝下去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裝好了 我們再一個一個部分來講 這邊怎麼會黏黏的 等我一下 旁邊有一點殘焦跑出來 等一下 擦一下 好 可能是我的手的殘焦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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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來 你來 你來 等我一下哈 裝一下哈 愛愛愛愛 愛愛愛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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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裝好 好那我現在跟各位先報告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啊 他如果保護貼啊 他那個薄膜如果再拆掉的話 我覺得他的這個背板會更服貼 不然如果你有那一塊膜跟如果你又有裝那個保護貼的話 他這邊這個形狀會撲起來 他就不會像另外一隻一邊是比較平整的 好 有點髒髒的擦一下 然後我們看一下螢幕非常的好 而且啊 而且我當初以為會有縫隙啊 其實縫隙很小 幾乎沒有縫隙 縫隙很小 擦一下 那因為我現在這個沒有貼保護貼啦 所以這個應該會比較容易有灰塵 那沒關係等有保護貼以後 我會再測一次給你們看 那這樣就好多了 我覺得這樣子就非常的好 這樣子比剛才好太多了 而且他的這個邊啊 他的這個邊的縫隙喔 並沒有很大喔 我當初以為他這個縫隙會卡東西進去 其實還好 一些些的縫隙而已 你們看一點點而已 如果我猜應該如果有裝那個 保護貼的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那像這邊的縫隙會比較大 為什麼我說會跑灰塵的話 因為他這個膜啊 他這邊是不是有兩個洞 他剛開始的話 他的膜就是旁邊會有兩個洞啊 然後他另外 他這個膜旁邊會有這兩個洞嘛 他這兩個洞的話會讓你 他這邊本來就會不服貼 因為他這邊比較大 他這邊是做這個筆的 所以他這邊呢 其實會有一個縫隙啊 會有一個縫隙 所以我建議說 外面這層保護貼真的要撕掉 因為 你那個縫隙 你這邊還是會跑灰塵進去 所以那個薄膜裡面 會積很多灰塵的原因是 這一個地方啊 然後他會從原來的那個薄膜的洞 所以我建議說這個薄膜一定要 就是要拆掉 那可能之後可能廠商看的 也是應該要拆掉吧 就像你那個DefenderXT一樣啊 沒有膜就只有一個框 那這一邊你 所以他這一邊 另外這一邊會稍微比較 這邊會比較不服貼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裡面有貼保護貼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不然你這樣灰塵一直進去 我寧可現在沒有裝保護貼 至少我可以清灰塵啊 如果你有灰塵在裡面 你用保護貼壓著 你在那邊滑 他就刮傷了 好吧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說 把這一塊 Otherbox的 這個 他們說這個什麼 plastic的這一塊 這一塊 抹去除啊 就是這樣子 那我建議說 不需要用什麼 吹風機啦 你就直接用力的把它往下壓 然後買一罐這個 殘膠清潔劑 3M殘膠清潔劑 或什麼啦 不是隨便排啦 那3M是不是要贊助我一下 我幫他廣告 就蠻好清的齁 就是 就把這些都塑膠弄下 好了以後我覺得 這樣子就變得非常好 那等我的那個 霧面的保護貼來的話 我霧面保護貼會開箱啦 開箱完了以後 會再 跟各位講一下說 那個保護貼如果貼上去的話 會不會就是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不是更服貼 或更好 但是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現在覺得這樣子是 沒有保護貼的狀態 沒有他那塊保護膜的狀態 是特別好的 那他這個旁邊這個小洞啊 可能我如果之後貼完保護貼 就不需要像這樣子再清潔了 現在是因為沒有保護貼 好不好那今天就到這了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你想要移除的話 甚至像你iPhone的 iPhone的你之前的系列 有那個膜的都可以這樣移除 好吧那今天就到這了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